传说中有着善恶两条巨蟒 白蛇代表善 黑蛇代表恶 他们互相缠斗数千年 只为夺取一颗龙珠 谁拥有它 就能换身为龙 走上蛇身巅峰 而早在五百年前 龙珠降落在一座小城邦 并附身在刚出生的女孩身上 等到女孩满二十岁那天 黑蛇感应到了龙珠的灵气 率领百万怪物大兵 一举进攻城邦 风烟四起 渺小的人类哪是这群天神的对手 没一会功夫 整座城邦就被夷为屏蔽 百姓更是被怪物残忍杀害 接着士兵们将女人都抓在一排 挨着检查他们肩上的龙纹身 而被龙珠附身的女孩 就这样被黑龙抓获 可就在被士兵们押送回去时 半路却杀来女孩的男友 男友赶紧带走女孩 跑到了偏远的树林 但黑龙已经紧随其后 女孩想的横竖都是死 绝不能被黑龙拿到龙珠 于是他和男友一同殉情坠崖 而龙珠也就此得意转世 等到500年后 龙珠变成了这个名叫小美帝女孩 她的20岁生日已经到来 黑龙也感应到龙珠灵气 来到城市寻找小美 瞧瞧地上这千米长的大坑 看来人类又要迎来一次危机 等到夜晚 动物园里却传来惨叫 一只大象被黑蛇咬得遍体鳞伤 保安看了都给吓得屁股尿流 他把这件事告诉警方 却被人家误以为是神经病抓了起来 本来想着否认 见到黑蛇的事实就能出院 谁知保安抬头一看窗户 黑蛇居然就在窗外 他让院方回头看 但对方一回头 黑蛇早就跑远 而小美这边在走夜路时 被三个罪汉缠上 谁知忽然出现一个老头 对方三拳下去 就把罪汉全都干爬 小美跑去把这事告诉警方 结果也被当成神经病关了起来 但这时 男人大帅来到病房 他是龙珠的守护者 是前来保护小美的 可他们并不知道 黑蛇来了 太恐怖了 这对情侣刚走出院子 一条百米长的巨蟒 就出现在两人面前 他们吓得想逃 但旁边的黑蛇守卫一箭 就解决了男人 只见下一秒 黑蛇一口咬下女孩 接着便扬长而去 寻找龙珠转世者 他一头撞进医院 但转世者小美早就被带了出来 谁知黑蛇紧追不舍 在停车场疯狂如动 整具蛇身都快填满了空间 他跑到半路拦截 差点没把这路人给下踩 然而小美这边 却一头撞飞想来堵路的黑蛇守卫 谁知对方物理抗性点满 普通武器根本不上他分毫 正当他拍翻司机想找小美时 原来是有军来了 带着小美便成功逃跑 而对于这头巨蟒的出现 军方也开始紧张调查起来 没多久公主 他们就发现黑蛇躲到了一座山洞 特种部队集体上阵 冲到了山洞里头 可以看到百米长的黑蛇 他们都纷纷吓得拔腿就跑 这就是全米最精锐的部队吗 就在这时 黑蛇守卫也带领士兵赶了过来 只见他甩手一个剑气 特种部队集体灭亡 随着他全身冒光原地浮空 关于前世所有龙珠转世者的记忆 都恢复了过来 但还没一会儿 黑蛇也已到来 两人赶紧跑 黑蛇也在身后颈椎不舍 就问看到这么大只的黑蛇 出现在你面前 怕的人请点个赞 随后两人逃到小餐馆 黑蛇更是直接撞了进去 见他们又跑了出来 黑蛇却拔出脑袋 来了段无能狂怒 咋的 你就不能直接冲上去咬人吗 等到两人坐上车了 黑蛇叼起路边车就猛地砸去 成功阻挡小美大帅去路 好不容易要夺得龙珠 警方又杀了过来朝他开火 到手的鸭子飞了 黑蛇气得不行 冲到街头就是一阵破坏 见两人跑到高楼想坐直升机离开 黑蛇也搜得爬了上去 好可怕 高楼上爬着一条巨猛 他叼着直升机 直接丢到了地面 正当他想吞下龙珠转世者小美时 数量军事直升机也及时赶到 冲着黑蛇就是一番扫射 接着火箭炮一发发地轰过去 黑蛇也扛不住火力 从高楼摔了下去 然而这时 天空飞来了怪物大军 无数只飞龙冲向城市 与直升机来了断空中追捕 只见他们抓着直升机 硬是拽到地上直接摔爆 而不仅是天空扭着飞龙 就连地面都有无数只爬行巨兽 与骑兵大队 在街头集体冲锋 只见爬行巨兽纷发射背上火箭筒 将一栋栋大楼炸成了废墟 而趁着军方与黑蛇部队纠缠期间 大帅也已带着小美逃出郊外 谁知怪物大军再次出现 飞龙在空中一发发炒 两人射去火球 最终车子被轰翻 大帅和小美也终究被黑蛇守卫 抓回了城堡 只见小美被绑在祭坛 黑蛇也已来到他的面前 可大帅作为龙珠的守护者 他施展身上项链的魔力 随着一道光从天而降 所有怪物大军都瞬间被团密 我就想问 刚刚你咋不早点用 但面对武力强劲的黑蛇守卫 就连大帅都不是他的对手 谁知黑蛇守卫一键灰局 却戳到了大帅的魔力项链 立马就化为了灰烬 这他压得啥呀 而一旁的黑蛇也没了 可他刚想发起攻击 死对头的白蛇却及时现身 再次和他来了段双蛇批链 但黑蛇的力量略胜一筹 咬住白蛇就是一阵360度旋转平力衰 还按在地上不停猛击 一旁的小美看不下去了 他作为龙珠的转世者 职责就是将龙珠交给友善的白蛇 只见他化作一道光 龙珠搜的就飞在半空 接着小美将龙珠交给白蛇吞下 白蛇瞬间满血复活 全身开始褪皮 四肢纷纷长出 此时的他也终于化为真龙 随着一口龙咽过去 黑蛇就这样被一发入魂灰飞烟灭 最后小美与龙珠化为一体 和大帅这位忠诚的守卫者 做完最后告别 神龙便含住龙珠朝着天空飞去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龙之战 欢迎关注科幻战警 我们下期再见